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這一道我們教各位做 俘乳空心菜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要準備什麼食材 好 材料有 辣俘乳兩塊 差不多兩大匙左右 那麼辣椒片 蒜末 少許的水 還有我們的空心菜 好 空心菜呢 我們把它洗淨之後切小段 切小段就可以了 好 來 我們先開火 然後 放油 這個炒青菜 這個是不變的道理 油多當然就好吃 不過太油也不好 所以灼亮就好了 好 油放下來 這邊的豆腐乳呢 建議各位 稍微把它攪碎一下 把它弄碎一下 不然的話你下鍋 你要弄不好弄 那麼我們豆腐乳呢 腐乳的時候最好加一點點的湯汁 在裡面 因為你單純就是腐乳的時候 味道可能就 沒有那麼的 就是比較重 比較鹹 然後沒有那麼香 因為它這個汁液還蠻香的 這邊稍微把它攪碎 好 水分多 風味就會變淡 沒關係 我們豆腐乳待會兒要先下去 把它稍微炒一下 我講過的只要是醬料的東西 炒過都會比較香 好 我們把蒜末 辣椒 稍微把它炒香 略微炒香之後 這個時候我們豆腐乳就下來了 好 因為這豆腐乳呢 味道比較重 有鹹味了 很鹹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不放其他調味料 這道菜我們就是要吃豆腐乳的那個香味 它跟青菜的結合的香味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不放其他調味料 好 來你看豆腐乳把它稍微 把它煸炒一下 它香味就會比較濃 如果你那個 你之前沒有把它稍微拌勻一下的話 這邊你就要多一點時間來拌 好 香味出來了 邊香 接下來我們就把空心菜放下來 空心菜我們把它放下來 這邊呢 空心菜比較乾 你這邊加一點點水 利用這個水蒸氣 能夠讓菜比較快熟 然後把它略微拌一拌 然後把它略微拌一拌 加進來 好 這邊就把它炒熟 好我們把這個菜就把它炒到熟就好了 好 炒青菜的時候你加一點點水 利用這個蒸氣 讓它蒸氣比較多 菜就比較容易熟 這樣青菜比較 不容易變黑變黃 好這樣就可以了 來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湯汁也不會很多 我們加少許的水而已 湯汁也並不會很多 然後菜炒起來 輕輕脆脆的 不要把它炒得太久 因為你拿起來之後呢 它這個熱氣還是持續 在影響著這個菜 俘乳空心菜 就這樣子完成了 這個香味濃 那炒起來湯汁不會很多 湯汁並不會很多 青菜也翠綠 就是告訴你說 你炒這個俘乳空心菜的時候 水分你不要放太多 要放但是不要放太多 炒起來才會香濃好吃 炒起來